这是任千行首次使用一剑格式对付关玉天 诡异的招式竟连关玉天都有些招架不住 而就在一天前 关玉天为了让任千行不再有二星 带着任千行来到了齐王洞 齐王洞内密道甚多交叉纵横 没有地图直影只会困死其中 关玉天为了找出正确路线 拿出了一本无字天书查看 谁知无字天书与齐王洞发生反应 变成了一部3D投影仪 投射出了齐王洞的地图 师傅 这些地图好像在寻找自己的位置 关玉天见到如此神奇的一幕 连忙拿出了剩下的两本无字天书 同样投射出了两份残图 组成了齐王洞的完整地图 这让关玉天恍然大悟 原来齐王洞的无数通道只是幻象 而天书就是破解幻象的工具 没有了幻象的阻拦 关玉天带着任千行 不费吹灰之力地进入了齐王洞 最终被一扇龙门挡住了去路 怎么会没路 难道 尚死期这是一场骗局 关玉天没有回答任千行 而是运起先天刚气 全力两掌打向了龙门 可龙门仅是晃动几下便没了动静 显然凭借人力无法将其开启 看来我们真的被说了 实必可以打开 这是时候未到 你看 迎获守星之日 龙门开启之时 迎获守星之日 龙门开启之时 人千行好奇地询问关玉天 何为迎获守星 关玉天说出迎获就是五星中的火星 当火星运行到与星速重叠之位 就是所谓的迎获守星之日 这种星象每隔248年出现一次 每次出现都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 按照时间来推算 离下一次出现还有三个月 关玉天的意思很明显 三个月后迎获守星 龙门打开宝藏江线 没有高强的武功只会沦为失败者 时间来到半个月后 关玉天找到了任千行 想要看看任千行的武功进度 是否有足够的实力 来应对迎获守星之日的大战 任千行的疑心病很重 认为关玉天掏心掏肺地对他 不过是想利用他夺取生死期宝藏 正所谓狡兔死走狗坑 一旦关玉天宝藏到手 他没了利用价值只有死路一条 违京之计必须要保留实力 这样才能放松关玉天的警惕 替自己寻求一线生机 可关玉天作为本剧的战利天花板 岂能看不出任千行是在藏桌 对于这种明显的不信任 让关玉天很是脑龙 直接戳穿了任千行的想法 看到你只有这点能耐 如何能杀死三下之一的九中仙 盗走天书 我要你前面武功 并非是为了防范你 由二心而试探你 我真正的目的 是想知道你是否有足够的能力 必须迎获守星之灾 我是想诚心诚意地保护你 你明白吗 关玉天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用意 要任千行不要继续藏桌 他将会亲手试探任千行的武功 任千行见关玉天出手 当即认真了起来 使出了在慕容山庄学会的所有武功 可即便如此 任千行还是落入了绝对下风 被关玉天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情急之下 任千行只好用出了一剑格式 打了关玉天一个措手不及 你果然偷连了一剑格式 托尔多丹请问 当时在山洞中 为何你要将一剑格式的武功 封藏起来 不肯让我学习 因为这个剑术有极大的缺陷 自从第十三师祖创出以后 便严禁后人练习 所以我才把它封藏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